大批警力轉兩排隨時戒備 好幾名黑衣人進出 都要配合出示證件 就連警犬也跟在旁邊巡守 嚴格盤查不放過任何人 就怕有人攜帶毒品 或是危險刀線 方圓一百公尺外 還出動空拍機監控 由於會場地點 鄰近五谷月提到 車流量大 周圍路段設攔檢管制 如此大陣仗部署 原來是新北市一名 綽號黑松的郭姓角頭 輕人過世 十五號上午舉辦告別式 超過一千人到場參加 警方動員霹靂小組 等共兩百一十名警力 在場維護秩序 查過三人攜帶危禁品 這麼大動作 都是因為主員幫名人會 日前高調辦春酒 警政署下令全國掃黑專案 喜事喪事 警方都要管控 但近期掃蕩對象 似乎都不是名人會成員 台北市內湖警方上個月破貨 主聯邦月堂懸月會 對富商恐嚇取財上百萬 巡線逮捕 林姓主賢共八名成員 月堂同樣也掃到台風尾 警政署統計從黑幫春酒過後 至今超過一萬名警力 加強執法 其中五件製品專案中 落網嫌犯大多是地方角頭 迷人會春酒之亂 全台警方動起來 壓制黑幫有沒有成效 各界都在關注 TVN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